唱歌演技我们都讲详细的 公司这几年也是按照我们写的计划书 给我们一步一步安排过来 可以说一个公司去包装明星呢 真的是要付出很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成本 但是一个明星要被包装的时候呢 也是要承受很多的事情 往往这样的付出跟承受 也不见得能够被很多的歌迷和影迷接受 他们有的时候会站在偶像的角度上 替偶像拟布品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 歌迷们他们对于公司包装明星 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四眼子 我比较喜欢那个梁静茹 陈迅啊 还有刘若英 什么的 不贵心 张静萱 比较还是比较喜欢刘德华 刘德华肯定像我这年龄 刘德华四大天 三十一了 其实他早上向歌迷说的 还应该不会说出来道歉之类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没说就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吧 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 还好吧 因为这是他们毕竟的一种需要嘛 因为没有包装的话不可能会有名气啊或者这样 他们其实也是他们自己一种方式吧 隐私我觉得还是少一点比较好 然后其他的都无所谓 但是就是炒作的比较大的那些 我就会比较反感了 如果太过的话我就接受不了 基本上就是看看 就走完没有什么太多 还给我造成负担那不会 对于很多经纪公司听完刚才的这一番评价之后 心里可以得以安慰了 因为大部分的观众呢 对于明星被包装还是很认可的 当然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大排明星会说啊 我根本就不屑于被包装 可能是他们有这样的资本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那些还没有成名的 渴望成名的小明星来讲啊 像我们这样的 对 不得不忍受这个包装之类啊 是什么让这些星光耀眼万人瞩目的明星 有苦难言 甚至直言不讳 不是 怎么不是 真不是 但是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整年都很生气 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很生气的状态上 我觉得亲者自亲 因为我真的没有 你觉得这件事想有什么回应 嗯 不想回应 这就是明星们对包装最看重 同时也是最头疼的形象问题 连刘德华这样的天王巨星也不例外 而像刘烨 在和法国女友结婚前 也同样被媒体一直追问着 不是 怎么不是 真不是 我的朋友在网上都当了文章 写了这么好长 前因后果怎么认识的 而我写的太浪漫像一个爱情故事 但 但不是什么事 而邓超和孙丽的恋情 也总在每次的采访中 宣兵夺主 甚至在慈善活动中也是如此 为了包装奏效 规避隐私算是一大类似 但是作品风格和个性不符合 才是众多明星的痛楚所在